不对的,你是找他 他会发虚假信息 他能发出来,他发了这些信息 我们就有权利把他们转发 你就是转发了一下是吧 但至于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你也并不清楚 我相信人家是真的 我相信你们是违法的 我相信警察是违法的 没法律的 你也没有和这个视频中的当事人核实过这个事情 核实过吗 你跟我核实过什么? 你跟我核实过什么? 我跟你说的这么多 你跟我核实过什么? 你相信人动态去你吗? 你相信吗? 你老鼠跟我灭掉了吧? 同样的事情 你相信动态去你吗? 跟我一样的 你相信我相信人家 一样的 一样的 你相信动态去你 我相信人家发的是事实 那我也还是一样做一个善良的事情 根据刚才那个通告里面第9条说了 如果是有编造或者故意传播 设议虚假信息的 也是要有这个相应的 法律责任的 好吧 如果 我还是希望你就是 转发之前尽量先核实一下内容 我不是要核实内容 人家发出来的事实 就像你相信动态去你 相信老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说明老鼠能把老鼠灭掉的 这个政府 好了吧 嗯 动态去你你能相信 你有老子没老子 你自己清楚 嗯 还是说今天上门 我们做一个 做拍的时候 做一个鼠地 善意的提醒 好吧 今天不是说今天 立马把你带走 好吧 你带走好了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准备带走 我准备进监狱 你为什么要走进监狱呢 为什么 你们违法了 你们违法 违法 用做监狱来恐吓市民 不行了 我就把你做监狱 我禁止 你们用做监狱来恐吓市民 哎呀 是两件事 多次了 我看过多次视频 警察用 我不行了 我就把你行政处罚法进监狱 再不行了 实际你三大的人 全部用这个来恐吓 这不是恐吓 既然恐吓了以后 我愿意行动进去 这不是一个恐吓 我们还是 我